Hello 主要伴们大家好 我是车续机的西瓜 今天我们又来试车了 今天终于试的是一辆非常新的车 它就是我面前这辆刚刚上市没多久的 长安UNIKEI制电IDD混动版本的UNIKEI 照例还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款车型 我们今天试下这辆车应该是一个次顶配版本 指导价27,900 纯电续航135公里 整车定位一个中型SUV5座的布局 长安的这一套IDD混动系统 并没有采用当下比较主流的双电机串并联混动系统 比如说比亚迪的DMI系列 比如说长城的DHT 它们都是一个双电机串并联 我们今天试下这辆车 它是只有一个P2电机只能做并联 所以说这辆车也是保留了传统的变速箱 一个6速的双离合系变速箱 加上一个电机 长安官方称它为一套三离合的混动系统 两种技术路线属油属裂 我们这里不过多展开 还是回归到这辆车上 看看在我的试驾体验中 这辆车开起来做起来的体验如何 关关部分的话 人见人知见之 我个人觉得长安UNI系列 这一套家族车的设计 首先它的辨识度还是比较高的 一眼就能看出这是长安旗下的车型 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试下这辆车 它的轮毂配置 21寸的轮毂搭配马牌MC6的轮胎 加上这种橙色的卡钳 包括车身的覆盖件 有些这种橙色的点缀 整车的这种设计感还是比较强的 也有一定的这种运动风味 这辆车的电池包的度数不到20度电池 但是它依然保留了快充接口 而且这个充电口方案也是布局在后面 所以说你在外面进行快充补能还是比较方便的 好了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车内 UNI-K也是采用当下比较流行的隐藏式门把手 它是一个弹出式的设计 照例还是给大家简单扫一圈 这个UNI-K的前排的内饰氛围感 我觉得和它的外观一样 整车的这种内饰设计 这种设计感也是比较突出的 整车的这种座舱的氛围营造上 有一些这种机甲风格 中控面板这一块有些拉丝材质的面板处理 上去的手感觉得回馈都是不错的 可以提出好评 空间部分这一块是手机的无线充电 两个比较大尺寸的杯架 下方是掏空的一块非常大的一块储物空间 这边有额外的USB供电 点音器供电 中央副手枪打开 也是非常大的储物空间 这么大的一辆车储物空间这一块 不用担心 长安UNI-K的方案板设计 我觉得是比较有特点 这种两幅式的赛车化的方案板 有些遗憾的就是它的皮质覆盖 我会觉得有些的薄 或者说方案板包装式的手感有些偏细 如果能更加厚实柔软一些 可能就更好了 前方是一块三连屏的仪表盘设计 显示的效果 或者说显示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开压 当前档位续航里程 右边可以显示一些娱乐的功能 包括这两块屏幕 在阳光下的可视角度 显示的这种细腻程度都是比较好的 有些遗憾的就是 无论是仪表盘还是车机屏幕 显示的自己可能会略微的有些小 整体的流畅度 这个响应速度都是比较快的 下方的中共区域 我觉得比较好 保留了一些常用的功能按键 比如说风量大小 温度的调节 以及前导风后导风的储物 这些常用的功能 不必进入车机内的二级菜单调节 这块易用度这块是不错的 如果能增加一些这种声音 或者说物理上的反馈 可能就更加的好了 然后给大家聊一聊 UNIKEY前排座椅的乘坐感受 我觉得可以提出一个明确好评 这个座垫非常的宽大柔软舒适 对你的这个腿部的承托 也是比较到位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 它整个座椅的这个模型 就是你坐进去以后的下降感 身体的包裹感 是特别强大 前排这个乘坐感受非常的好 然后输入性配置方面 座椅的加热通风 主驾驶的按摩 在这辆车上都是一应俱全 这辆车本身也是高倍车型 像360全景影像 像全景的大天窗 L2级别的辅助驾驶 都是有的 包括以我的这个驾驶坐姿 前排的人机工人权模型也是比较好 方向盘的调节角度比较的寡 我一个比较喜欢低爱 躺着开车的这个坐姿 以我的这个驾驶视角 其实仪表盘并不会被挡住 接下来我们来到后排 好的 我们拉开车门 准备进入第二排 因为我们今天这辆试驾车 也是一个混动版本 所以说它的底盘下方 可能会有些电视包的布局 这辆车的地台高度 其实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这辆车 如果你后排乘坐的家人 他们的身材比较娇小的话 上下车的便利程度 可能不会多么的方便 前排是我驾驶坐姿的情况下 腿部空间 我觉得都不可以用 什么一拳两拳来形容 基本上是我一个小臂的长度 毕竟这辆车的尺寸 其实是比较大的 接近一个4米9的车长 两排座的布局 后排的空间这一块 完全不用担心 座椅的表现 我觉得和前排一样 可以提出一个明确的好评 坐垫的填充物非常的柔软 对你腿部的承托 也是比较到位 靠背大家可以看到 也是非常的舒缓 坐在Uni-K的第二排 也是一个 可以有一个非常非常躺的一个坐姿 座椅模型这一块 确实是比较的舒服 有些遗憾的 可能是因为这个车型造型 它的这个侧窗面积 其实是比较的小的 所以说座椅虽然很舒服 但是这个视野上的这种空旷感上 可能并不会多么的强 然后第二排的数据性配置上 也是有独立的出风口 下方有两个USB供电 这边还有些额外的储物盒 然后中央副手枪 拉开给大家看一下 也是一个非常宽大柔软的 一个中央副手枪 第二排的这个乘坐体验 这一块应该是非常好的 小伙伴们可以去实际的乘坐 感受一下 后备上的空间 给大家简单看一下 首先是它的宽度 以及这个处向的空间 都没有什么问题 有些遗憾的 就是它的这个地台 其实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你在搬运一些 大件行李的时候 可能不会多么的方便 这个垂直的纵向高度 不算特别的高 好的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这辆车 开起来给大家聊聊 它的一个驾驶感受 首先前面我们也提到了 这辆车的混动技术路线 采用的是一个 P2单电机 只能并联做工的一套混动系统 那早年间 如果大家对混动车型 关注比较早的话 其实以前的车型 基本上都是采用 这样的技术路线 那个时候有这样一句评价 就是说那个时候的混动车型 有电一条龙 没电一条虫 就是在有电 电量充足的情况下 它可能特别的好开 平顺 动力响应很快 动力也很强劲 但是在没有电的情况下 可能就特别的不好开 顿挫 相当于背个大电池在跑 但是在今天的这辆车上 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说 从我们拿到手 这辆车就是一个溃点情况下 但是即便如此 它在大部分的工况下 依然是比较的平顺 基本上是做到了 这个平顺和响应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丝滑的 但是放到今天的 这个国内市场 和一些当下做的 比较好的双电机串并联混动系统 主要以电驱系统的 这些混动声音去比 那放到今天 这个国内比较卷的这个环境下 那它的这个平顺反应 和这个响应度 只能说是比较的一般了 尤其是在一些低速工况 以及一些这种 对吧 刹车降挡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依然还是能感觉到 变速箱的存在的 所以说这辆车型的 混动系统的表现 相比于过去这种 单电机并联的混动系统 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 但是在今天的国内市场 我只能给到一个中频了 好了 接下来给大家聊聊 更多有关驾驶方面的吧 首先就是说绝对动力吧 那这辆车的电机功率 和这个发动机功率 其实都不是很大 那放在这样的溃电模式下 混合动力模式下来开 确实它的动力水平 就不像它的外观 所表现出来的 那么的运动 那么的战斗了 我体感可能是个 9到10秒的这样一个破百成绩 但这样的动力水平 我觉得如果你以个 家用车的角度来说 满足于它的消费人群 应该也是够用的 但是也要批评一点 就这辆车在你大动力行求 比如说你突然中断 急加速地板游的时候 它的这个动力直至的现象 还是比较明显的 基本上会有个 1到2秒钟的延迟 这和当下一些 做的比较好的混动车型 还是有些差距的 接下来我们来聊 这个刹车脚感 那刹车脚感的话 我觉得整体来说 也是比较的一般 前段会有一个空的形成 然后后半段的制动力 还算是比较的线性均匀 临近刹停的那一下 可能需要稍微 这个适应一下脚法 不然会容易让人 有一些的这个点头晕车 更多我觉得不太好的 就是你在刹车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你比如说 五六十的时速 你刹到零 你能明显感觉到 这个变速箱的存在 也就是说会有些的 这个顿挫也好 有些闯动 也是有些差距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聊 这个车的转向手感 转向手感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这个也三种模式 舒适标准运动 我个人觉得 放在标准模式下 就是比较的好 低速轻盈 高速比较的车门扎实 这种随速的增益 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还是要提到一点 就这个车的 这个方向盘的卧式手感 我觉得比较一般 就是比较的细 比较的薄 但是它的尺寸比较小 就是这样一个 非常尺寸比较小的方向盘 放在这样一辆比较大的车上 我觉得整体这种反差感 还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在你低速挪车 掉头的时候 你会觉得主观层面上 会给你一种 这个车比较灵巧的感受 就是这个方向盘造型 所带来的 接下来给大家聊聊 UNIKEY这辆车底盘绿振性的表现 我觉得整体来说 一般般给个中频 小振动的处理还可以 有一定的隔绝感 有一定的过滤感 大振动处理 尤其是遇到一些起伏路面 比较大 或者说颠簸一些的路面 你会感觉到还是有些的硬 有些的颠 但是整体像那种开船的感觉 呼呼拥的感觉 在这辆车上 我觉得还行 所以说整体来说给个中频 最后我们就聊到 这个隔音镜比起 那这辆车其实堆料 对它是比较足的 四个车窗都是双层的隔音玻璃 所以说在这种静态的隔绝感上 以及这种尘式道路行驶的话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安静 那上了高速的话 这个前侧的A柱两侧 以及后视镜 它这个风噪的增益会比较的明显 再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两天 试驾其实都是一个溃电模式行驶 所以说你在城市当中 如果你开的稍微激烈点 它发动机介入功率比较大的话 这个传来的声音还是比较大 而且不仅是有声音 它是一种 有些低频的震动 会传递到这个方向盘上和踏板上 所以说整体的这个行驶质感上 会略微的有一些扣分 总的来说 结合它的价位 隔音表现上给个中好评 接下来给大家聊聊细节层面 就Unique IDT混动 也给大家仅供参考 在我们这两天开了100多公里的 这种综合这种新属路况下 有城市的代步 有这种高速高架 有这种对吧 开在车里开着空调 在车里休息这样的供况下 整体的表现油耗是8.4升 因为我们拿到手是完全溃电的情况下 所以说这个油耗表现仅供参考 我个人觉得的话 它相比纯燃油车型应该还是省一些的 但是和一些当下做的比较好 效率比较高的混动车型去比 差距也是比较明显的 如果对油耗比较关注 小伙伴们可以去看一看 真实车主们反映出来的 这个亏点油耗表现是如何的 OK 然后给大家聊一点配置层面的细节 就这辆车在我这两天开的时候 尤其是它这个L辅助驾驶 整体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比较好的 首先就是它的这个车道居住能力 它是个全速域的车道保持 加自行巡航 车道居住能力是比较强的 基本上可以牢牢的锁死 在这个中间车道内 不会出现左晃右晃的现象 给你的新兴感还是比较粗 再一个就是它这个ACC自行巡航的加解速过程 我觉得整体也是比较的柔和 比较的符合你的驾驶意图 所以说这个L辅助驾驶是可以有效降低 你这个行车的这个长途行驶的疲劳感 这套L辅助驾驶在这辆车上表现 还真的是挺不错的 再给大家聊聊这个三零一屏的仪表 除了本身的这个设计感比较强的 我觉得它的实用度也是做的还不错的 当你在这个车机内设置了导航 也可以通过语音控制设置了导航以后 它的导航地图可以投屏到中间的这块屏幕上 那它的这个显示的效果 显示的面积都是不错的 所以说这辆车即便没有HUD的情况下 这个车机屏幕就互联网智能化这一块 做的还是不错的 仪表盘可以充分的利用的 这点可以提出好评 最后再表扬一下它的这个360全景影像 首先就是它的这个显示的清晰度 流畅度都是比较好 非常的清晰 细节层面上也有考虑到 当你在低速打动转向灯的时候 它会显示两侧车头盲区的一个景象 然后两侧轮毂的视角也是有的 因为这辆车确实比较大 宽度接近两米 所以说可以有效降低这个车 在城市当中一些狭窄路面 寡蹭的一些风险 这点细节怎么样也是做的不错的 最后吐槽一小点 就这辆车在我这两天开的时候 有遇到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 就是我觉得它的这个转向灯拨感的设计 不是特别的好 就是在你拨动转向灯的时候 非常容易误触到这个车灯的条件开关 这点我觉得有待优化改善 比较容易的误触 以上就是我所有的感受分享 以上这些驾驶体验 小伙伴们都可以去实际的试驾感受 验证一下我的这些观点 OK 好了 最后还是赵冠令给这些视频做一个总结 那在我这两天的试驾体验过程当中 这辆UNIKEI IDT混动版本 其实它在外观 这种内饰氛围的营造上 以及前后排的这种座椅的乘坐体验上 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坐起来是一辆非常舒服的车 但是在这种动力总成 这种新视频之上 我觉得放野今天的国内市场 以它20万元的指导价 我只能说是比较一般了 所以说这辆车具体适不适合你 我建议屏幕面前的小伙伴 还是去实际的多试驾 多体验 多对比 结合自己的需求去选择车型 那本期视频如果对你有所帮助 一定不要忘记关注转发 我是车机西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